出轨是婚姻中最不能让人原谅的事情,一旦婚姻中有一方出轨了,那么这段婚姻破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讲真,现在的社会确实是非常开放的,都说男人好色,多情,但是有时候女人真的把这两个池拾起来的时候,基本上就没有男人什么事了。 人一旦出轨,心虚是肯定的,所以即便是他们在生活中隐藏的再好,也无法把自己狐狸尾巴完全藏起来。 日常的生活中,经常和你说这三句话的女人绝对是有问题的,即便不是出轨,估计也差不多了。 这是我好朋友,好朋友请问有多好,好到能够让很多时间去陪你这所谓的好朋友,却没有时间去陪一下你的老公和孩子吗? 说实话,一个女人在没有结婚之前可以有些关系比较近的异性朋友,但是一旦结婚后,请你一定要和你的那些异性朋友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,因为婚后的人际交往和婚前完全不同。 不相信我就离婚吧,其实女人能够对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就已经证明你们两人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很大问题。 试问,一个关系良好的夫妻在哪个会张口闭口把离婚提在嘴边? 女人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其实她的心里是处于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。 一方面,因为感情的不和,以及外面情人诱惑她渴望离婚,另一方面,家中孩子的牵挂,加上对外面一些不确定因素和压力又让她害怕,所以在女人说出这话的时候,是她最心虚的时候。 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,你就这样看我。 不得不承认的是,一个女人为了一个家庭里所做出的贡献确实是非常多的。 女人在生活中所受的累,肯定不比男人少太多。 但是这并不是女人能出轨的理由,这完全就是两码事。 很多女人做婚外勤后总是拿出自己对家庭的贡献来说是,即便是这样,她可以把这段爱情挽回,但是坎坷已经有了,以后的生活也绝对不会幸福。 出轨这个问题在现在的社会中是非常常见的,相信每个人的身边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,谁都知道出轨后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,但是就是在这么明明晃晃的案例下,还是有那么多人不断地去做这样的事情,这实在是很难让人理解。